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我在网上看到的两条视频是关于中国现在所谓动态清零导致民怨沸腾 很多地方都是在抗议 要求解封 比方说在乌鲁木齐就发生了一起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王家梁小区 说这个地方被封城了近50天 有一对男女就实在是受不了了 然后下跪给那些大白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这些防疫人员下跪 说活不下去了 那么这个女士在下跪的时候手上还抱着一个孩子 这个视频我就不放上来了 但是她身后 这个下跪的身后是一排一排的人还在排队做核酸 那么后来这个小区就解封了 然后说附近的一些小区也逐渐解封了 很多的网民就说这对男女说他们是勇士 有人说今天是封控的第48天 一夜之间王家梁火了 王家梁下跪的大哥成为勇士 俗话说男人膝下有黄金 不到崩溃的地步哪个男人会下跪 百姓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昨天多个小区开始抗议 并不忌惮新天润带头大哥进去的结局 提出意见的并非刁明 沉默和隐忍总有极限 风控不能没完没了 沉默的羔羊也会怒吼 这段视频在微博上也被屏蔽了 然后有人就说 屏蔽得了王家梁的信息屏蔽不了人心所向 很多人都要感谢这个下跪的所谓勇士 说他救了所有人 其实在中国下跪的有很多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这个不公平的事情 很多人都会向当权者下跪 向地方政府下跪 在什么这个信访办下跪 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 在我们内想中一个正常的社会 真正要下跪的是那些犯罪分子 他们可能是想要逃脱法律的制裁 可能下跪 但是在中国把普通的人民也逼到下跪的地步 而且下跪本身这个动作也证明 我是弱者 我们是弱势群体 你们是当权者 这不就是等级社会的一个标志吗 普通的百姓给官老爷下跪 下跪了几千年 这个下跪文化到今天在中国 仍然还存在 因为它体制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它仍然是一个专制文化 专制体制 一个人为了自身的生计 给当权者下跪 这个求饶 这种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勇士的行为 可见在中国这个勇士的定义 就是跟这个全世界都好像是脱钩了 谁能想到在今天的中国 勇士的标准如此之低 但是这种下跪它就能解决问题吗 这个只是可能是凑巧 正好赶上这个当地觉得可以说解封 或者说当地政府的一个决策 那么就解封了 有可能是跟这个勇士 所谓勇士下跪 是正好是coincidence 正好是巧合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人下跪 因为这视频在网上被发出来了 很多人讨论这个事情 就想把它平息 解封了就算了 这可能是政府的一个决策 但并不代表你下跪就有用的 对方只会说 有可能会怜悯你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对方考虑的还是自身的利益 或者说这个政府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所以说他做出什么决策 不会看你下不下跪 不会看你去反抗不反抗 他们看的是对他们是否有利 因为他们是拥有绝对权力 他根本不会在乎你是反抗还是下跪 还是自寻短见 这都改变不了他们的决策 要清楚这一点 不要因为这一次的巧合 就认为下跪是有用的 当然了除了下跪 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个我们理解 那么第二就是即使解封了 其实也说明封的差不多了 可以解封了 但是不代表以后不会再封 因为他的整个的动态清零的政策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他没有否定这个政策本身 他只是在执行的时候可松可紧 有的时候紧一点 有的时候松一点 但是他的中央的指示 这个清零的命令 他是从来不会松懈的 否则的话 这个当地的政府的乌纱帽就不保了 所以说不要因为这一起事情 就改变了我们对中国 这个形势的变化的看法 或者是对整个中国党国体制 整个专制社会的一个分析的角度 其实没有必要改变 还是那样 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是很正常的 松一点紧一点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下跪不下跪 都会这么做 他该封城还是会封城 比方说就在深圳 就发生了另外一起 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这个比之前这个乌鲁木齐 我说的这个事情规模更大 这是在26号晚上 深圳福田沙尾村 由于发现了几个例阳性的患者 那么政府就派了大量的 穿防护服的公安到现场 把这个地区要全部封起来 那么这些民众就不想被封城 因为被封了之后立刻失去自由 立刻就没有生计了 所以他们就走上街头去抗议 去跟这个决定封城的 封村子的这些公安 发生了肢体冲突 总之就是公安不断的增加人手 最终手无寸铁的人民 面对全副武装的公安 这些执法人员 他们也无能为力 最终还是屈服了 论到美国的那位知名人士方收子 说这是沙尾村大起义 我觉得真的 这是对起义这个词 有什么误解没有 其实就是相互有几下推长 然后人民就被制服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没读过什么历史 把这个叫做大起义 据说福田区的那个部分区域 已经被封锁 隔离了六次了 就是不断的 有只要出现阳性 就立刻又封 然后解封之后 又出现阳性又封 就不停的封 封了六次了 把人折腾的实在是死去活来的 但是这次还是该封还是要封 你再怎么抗争也没有用 你下跪也照样会封 看到这个场景 你想到这个乌鲁木齐那个事情 那就是一个偶然而已 这个巧合而已 可能赶上了 决定这个解封 但是深圳就没决定解封 对吧 在地方政府的处理 与手法是不一样的 总之他是有自己的 这个衡量标准的 但是只要习近平还在位 只要今天的党国政府 这个体制 还是继续的集权的话 那么动态清零的政策 就不会轻易的去解除 因为你解除这个清零政策的话 实际上就是在打自己的脸 那之前这些封锁 这个害死这么多人 对吧 让整个国民经济一塌糊涂 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清零 还是会继续进行下去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在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掌权之后 可能也不会轻易的去取消这个清零政策 即使现在很多的海外的一些专家 特别是一些 我看到什么像摩根斯坦利 这些投行的一些报告 会说他们预估 未来会逐渐的开放 因为他们认为 你继续这样的去控制 这个经济继续的恶化 这对这个政府来讲 也不是件好事 但问题是这个政府 他们永远是政治挂帅的 永远是考虑到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 那个所谓的经济发展 人民的这个富裕 包括是跟西方的这种交往 这都是次要的 所以说从政府的考量来讲 如果他认为 他有必要 从这个政治角度 有必要去清零 有必要去控制全国 然后通过清零这个手段和政策和借口 然后实现他的 加强自己的动员能力 和对基层的管控能力的话 那么他就会继续进行这么做 那么就算怨声戴调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明白 过去死几千万人 文化大革命 折腾全国上亿人 不是折腾了也就折腾了吗 有人问责吗 有人道歉吗 有人赔偿损失吗 所有人犯下的所有罪行 几乎都被掩盖淡化 如果你敢提及过去的历史 黑历史 那么还要把你抓起来 这是个极权的政府 一个强权的思维 他手上有权力 他只要能调动军队 能够控制公检法 他就根本不怕人民怎么说 怎么想 那么我看到有人还批评我 说你公子审说这个话 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说人们不去反抗 那你也没反抗啊 对吧 你说人们不应该去 这个束手就擒 去下跪 那么人们又有什么 其他的好办法呢 这个话说的 其实没有什么错 但是我说的也是正确的 我说人们不敢反抗 这个国家的体制不会改变 这也是事实 对吧 我并没有说我就敢反抗 或者怎么样 反正我是能尽力就尽力了 其实说这个批评我的人 可能还做的没有我多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定位 可以说 所以说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冲锋陷阵的 我做节目并不是说为了指责谁 或者是批评谁 我只是非常平和的讲述我的观察 我讲的是一种逻辑 就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 因为有这样的人民 有这样的土壤 有这样的思想 有这样的体制 最后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我只是把它摆出来而已 我并没有带有强烈的情绪 认为你们一定要这么做 不能不这么做 或者怎么样 也没有指责 也没有训斥 更没有教唆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我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的土壤 中国的人民 是有任何的 这种反抗的能力 去推翻共产党的 我之前这么认为了 我也不会期待 或者是不会劝说人们去 为此去献身去牺牲 能论则论 论不了 就只能做中国的韭菜 这是中国的宿命 谁也改变不了的 你只能学会去适应这个环境 想办法 怎么能够在乱世当中自保 这就是唯一中国人能做的事情 前两天还有一个学生 推特上面私信我 说他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表达出来之后 遭到了学校的指责 然后被批评 甚至要上黑名单之类的 说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忍 还是应该大胆的表达出 自己的独立的思想 我的回复就四个字 忍气吞声 因为我不想看着这个孩子 白白的去牺牲 因为我自己躲在海外 却让他去冲锋陷阵 这个是太不地道了 我们既理性的观察 客观现实 同时也对某些个体 某些个人的遭遇 表示同情 理解 而且给出保护他们的办法 这个是我现在坚持在做的事情 每当我在谈到中国人民的这种 文化习性也好 或者说整个社会普遍现象的时候 经常会有人去对号入座 会觉得我在说他们个人 他们承受不了这种批评声音 是因为太玻璃心了 只能证明自己的层次太低 太不自信 他们要把自己个人的价值 要附加在这个整体的 所谓中国社会 中国人身上 这个群体身上 好像中国人怎么样了 他自己就有张光了 自己就有自豪感了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 健康的公民的心态 就像有人在骂加拿大的华人 骂加拿大人 或者骂中国人 我并不会感觉说受到伤害 因为我不会认为 这是在说我自己 他们说的对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反思 说的不对的地方 一笑置之 我不会去对号入座 因为真正的境界高的人 他遇到人的时候 他是只看这个人怎么样 他不会因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就会歧视你 会认为你也沾染 整个所有中国人的 或者是所有 那个群体的习性 应该就事论事 对人也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谈到 一个整体的时候 当然可以做加以概括 加以批判 就像鲁迅批判 中国人的劣根性一样 真正自信的民族 自信的个人 是不会在意的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不要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给我们下期节目的